我来日本一个多星期了 然后基本上就是带小孩 就是在家附近的小的公园玩啊 或者是一不出门的话 他就在家里看抖音 看电视 车阀运动啊 所以今天带他去上野动物园转一转 那个 我也是第一次去上野动物园啊 虽然是上野那个公园 那边去了好几次 但是动物园还没有去过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去看一看 另外说一下 在日本小孩子坐车的费用 就是六岁之前的话 坐地下铁电车是免费的 然后 但是坐一些特快车 或者是新电线之类的 应该有 就是有半价的情况 大家要具体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去那个柜台咨询 然后六岁以上到十二岁 是半价的 然后十二岁以上 就是和大人一样的价格了 上野动物园的这个门票呢 大人是六百日元 然后六岁以前也是免费 然后中学生的话是两百日元 挺便宜的 另外那个上野公园 有一些零花零零散散的开了 但还没有全开 从这个后门变天门进来之后呢 这么长一个队伍 吓我一跳 我以为要排队 然后原来这些都是看熊猫的 其他的动物的话呢 应该不需要排队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别的地方看了 熊猫可能就看不到 看这是什么动物 大明 这是什么动物 你也不知道 这是羊駝 好臭 这么长的队伍 排队大概有两三百米 原来是看那个小刚出生的 那个小的大熊猫 然后据说他们的爸爸 在另外一边的公园里 没有人看 这些员工都呼吁我们 去看他爸爸 这个叫小熊猫也很可爱 这是脸和走路的样子 有点像熊猫 刚来了不到三十分钟 就长着要回家了 还有60%的动物没看呢 才看了几个动物 好不好喝呀 好嘻嘻 好嘻嘻嘻嘻 一句日语不会说我要算最快的话我要算就要入学了 还是要教他一些简单的单词像是上厕所之类的 这是我多小爸爸 这个就直接走进来就能看 然后另外一边的队伍 我是那个双胞胎的 双胞胎的刚出生的 不是刚出生的 双胞胎的大熊猫 是小孩 然后队伍特别长 吃竹子 他拿起竹子来那一刻 所有人就在欢呼 因为吃过而受到表影 这些体额 这是在这个 这是在漏天 你看哦 这个温度 我可以吗 现在挺热的了 已经 我都穿展秀了 这什么气质 这个鳄鱼超级大 应该有两三米 居然就在这样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圈起来 那是他的他拉的10 那是乌龟拉的10上面 快放痒 刚刚买票的地方有写 不能吃东西 也不能喝东西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餐厅 好吃就好吃啊 好吃 好吃 嗯 你知道你吃的这什么东西吗 好吃 烤鸡肉 嗯 炸鸡肉 好吃 烤鸡肉 好吃 好 动员逛了大半天 中间他想出来 还是让我就是 骗在里边待了大半天 然后也跑够了 运动够了 现在就回家吧 在上野公园这边门口 应该是有两棵盛开的烟花树 已经是全开的状态了 昨天干的吗 没见见